大家好,杜蜻花在养活的过程中,水肥管理是比较得当的 但是为什么杜蜻花还是出现了不生长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原因主要就是因为你的杜蜻花土壤里面缺了一样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有益微生物 那么为什么缺乏有益微生物为导致杜蜻花不生长呢? 是因为杜蜻花的根系是与根菌共生的 但是如果盆土缺乏了有益菌,也就是根菌 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影响根系的吸收 根系无法正常的吸收养分和水分供给这个植株生长 植株就会因为缺水缺肥而出现一个生长缓慢 甚至是不生长的情况 所以平时养杜蜻花一定要注意要给它补菌 但是怎么补呢?补菌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就是给它在盆土里面埋上这个微生物菌剂 它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有益活菌 基本上一克有两亿左右的这个有益微生物 盆土里面有益微生物增加 而且还能够抑制这个病菌的支生 那么根系在有益微生物活跃的情况下呢 吸收能力大大的提高 那么你的杜蜻花的生长就会越来越旺 而且它不仅含有益微生物 含有非常丰富的有机制 可以增加盆土里面的营养 使用方法呢也很简单 我们沿着盆土边缘给它散松一点 挖出一圈沟槽出来 然后我们再将准备好的微生物菌剂 沿着盆边给它撒进去 再把土填回来就可以了 基本上我们一个月用一次左右就足够了 当然补充了有益微生物 平时水肥管理的也要做到位 保证好养护环境的通风透气 保证有足够的湿度来供给它生长 那么你的杜蜻花呢 才能够越养越旺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